地包天的原因呢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呢 就是遗传因素 假如孩子的父母 爷爷奶奶 老老爷 亲戚里面 有人是地包天 孩子呢 也容易有地包天 有一个欧洲王室 那么他们这个家族成员里面呢 有四个家族的家族 四十个人 其中有三十三个 就是地包天 那么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第二个呢 就是先天性的疾病 假如孩子有额裂 卢索发育不全综合症 有先天性的巨蛇症 那么这几个病呢 也会引起地包天 第三个呢 就是全身性的疾病 和呼吸道的疾病 假如孩子有勾楼病 营养缺乏 有口呼吸 扁桃体肥大 西洋体肥大 那么这些原因呢 也会引起地包天 第四个呢 就是口腔局部的问题 如果孩子有多个乳前牙取坏 多个乳后牙取坏 乳肩牙磨耗不足 也会引起地包天 第五个呢 就是口腔的不良习惯 如果有不良的哺乳姿势 有口呼吸 有咬嘴唇 吐舌 那么这些不良习惯 对啊 酷喉 放射 切捏 看 持续 放射 碰 摹 分 停 敏 经